罗扎转世来到现代会发生怎样的故事呢 3000年前罗扎凑了龙王上太子的龙金猴招受父亲及众神的问责 罗扎被逼无奈拔剑自吻 故事由此开始自吻后的罗扎并没有救世死去 他的原神正在世间不断轮回转世 但每次转世都会被龙王常人杀害 直到3000年之后这次重生的罗扎要立天改命 他此次重生虽然是个普通穷小子 但他的机车却是玩的贼溜 而东海龙王已经控制了这个城市 罗扎的命运似乎又被龙王死死抓在手里 一座大桥把这座城市一分为二 富人过着奢侈安逸的生活 而穷人去年口干净的水都喝不上 管理员反手将小女孩打翻在地扬长而去 这一幕却被机车少年李云响看在眼里 他痛恨控制这个城市的恶人 晚上趁着夜色将水渣拉断 水库里的水喷涌而出 小女孩终于等到了水 而如此珍贵的水在富人区 却被24小时用了官教草坪 父亲说要想让民众有秩序 就不能让他们过得太舒服 保暖私淫欲 富足生乱心啊 眼前这个富二代 就是那个被罗扎错了龙巾的三太子敖饼 他的父亲耗费了三千年的精力 帮他打造了一副钢铁龙巾才得以重生 但他也因此失去了前世的记忆 这天李云响误闯人地盘 他的炫酷机车瞬间引起了敖饼的兴趣 一群人说着就围了上来 而李云响却一言不发 油门一领 非此而去 可是富二代喜欢的东西哪能轻易放手 这副嚣张的样子 连小猫都讨厌他 这车我喜欢 我也喜欢 我喜欢的可就是我的 你要不了 不会给你的 敖饼扔掉烟头起了杀机 肯定云响却一个转身 用富二代的车做跳板 直接从火车点一跃而过 敖饼气急败坏 火车一过就带着车队追了上去 李云响用精湛的车技 让敖饼的车甩翻在地 敖饼怒了 瞬间召唤出龙卒原声 大手一挥 无数兵刃飞出 穿过李云响的身体 敖饼摆出一副 顽固之地的模样 静止走向李云响的摩托车 这时小猫跳出来对他呲牙裂嘴 敖饼一怒之下抓起小猫 将他残忍杀害 这一刹 也彻底激怒了趴在地上的李云响 悲愤使他唤醒了体内的 哪吒原声 顿时 身上燃起了熊熊火焰 他终于唤醒了体内的哪吒原声 顿时火光湿起 全身都在燃烧 他大吼一声冲过来就是一记重劝 敖饼被震出了好远 受伤的胳膊露出了片片白衣 李云响扭下油门全速冲刺 遇到了对面 这时候神秘杀手也露出了真面目 只见两条美腿在空中轻轻一点 一个妖艳的女人凝空而起 原来这是一个水母精 他飘向李云响 用他的长长的触脚紧紧将他缠住 并挑衅般的摸了摸他的脸 然后一只触脚狠狠扎入了李云响的脖子 紫色的毒素迅速扩散 女人一声吝响 一旁的胖子甩起了巨大的铁锤 这时李云响再次召唤出了哪吒原神 水母精瞬间烧成了灰烬 这时虽然侥幸得赦 但接下来的追杀 却是一波接着一波 由着如昧如幻的实际后人蔡云 拿命来还你的血债 大管家哈马精 还有一位非常神秘的面具人 这位神秘人大有来头 一面收下了龙王的黄金 一面却帮李云想激活操控 哪吒的原神之力 至于他的身份 你们来猜猜 虽然哪吒此次重生后 能量非同小可 但没有如此多的妖魔鬼怪 他能否斩妖除魔呢 这就是春节党新神榜之 哪吒重生 这里给大家区分一下 哪吒重生和魔童将士 没有半毛钱关系 当然也不是续集 我猜肯定有很多人搞混了 魔童将士是十月公司做的 而哪吒重生是追光动画公司做的 这部哪吒重生 也是追光动画打磨了四年的作品 特效细致到每一根头发丝 剧情也是跌宕起伏 这里结局不亦透露太多 不过观看这史无前例的剧情 和细致入围的特效 就值得当电影票了 剩下的就留给大家在电影院慢慢欣赏吧